兩年多以來也感謝市民的忍耐 以及對於各種防疫措施的合作 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堅持和努力 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快過一些比較正常的生活 什麼情況會開疫情記者會 我想其實我們大家都希望 現在的疫情也開始回運 我們都希望用一些風險傳達的策略 都希望可以調整 正如調整其他入境人士 或者其他社交距離措施一樣 我們都希望可以用新聞寶的形式 代替每天的陽性個案數字 或者其他東西我們都會在網站上更新 那種字幕提供 都會有產地撃壞